大家看到呢,这些天的确是有近百位的台湾演艺人员在以各种的方式表达对两岸关系,对中华儿女身份认同的态度。 有的是转发央视新闻首发的那个统一的海报,就是这个海报。 我看微博上这个海报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18亿次多,转发量也到了1700多万次。 这个呢,希望说什么被迫表态的人看得到。 那有些艺人呢,是转这个向粉丝讲述自己从自家的长辈了解到自己的祖籍地和自己名字的渊源。 有的呢,说两岸都是中华儿女期盼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说这是一场接力式的表达两岸都是中国人。 这些呢,都是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 赖清德及民进党有些人出于政治私利,蓄意制造两岸对立对抗, 给这些台湾演艺人员硬是扣上所谓被迫表态的帽子。 只能说明两点,第一,民进党当局非常的心虚,害怕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不但刻意地忽略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更是百般地打压污蔑。 第二,民进党当局在加码制造绿色恐怖,让很多台湾民众不敢说出心里话。 我们积极地支持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参加各种的演出活动, 共同推进两岸文化市场繁荣发展,促进两岸同胞情感共鸣和心灵契合。 我们也欢迎台湾的乡亲们,朋友们来大陆观看这些演出活动,一起来体验大陆的精彩生活。